缅甸的新国会即将选出新任的正副总统 一般预料翁山苏姬的亲信定桥将会通过当选门槛 不过军方提名的候选人依法赌地成为副总统的敏锐 则是当年打压民主运动的黑手 也还列在美国的制裁名探内 根据缅甸的制度 三位角逐总统的候选人 分别由国会上下两院以及军方提出 经过国会投票 得票最高的担任总统 另两位则是副总统 由于翁山苏姬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 在上下两院都过半 因此提出两位候选人 其中日前出现了定桥 常年担任翁山苏姬的司机 也是他的亲信 被外界视为翁山苏姬的代理人 另一位候选人方提乌 也是全民盟党员 出身少数族裔的亲族 至于军方的保障名额 则由前军事强人丹瑞的亲信敏锐 获得提名 敏锐在缅甸民主化之前 担任过军事执政团的情报首长 奉丹瑞之命镇压2007年反政府示威 目前还列在美国的制裁名单当中 路透社报道指出 全民盟对于军方的人事安排 感到相当挫折 认为军方没有展现和民主派和解的诚意 加上未来的新政府 重要国安首长仍由军方把持 未来的政局走向仍旧充满变数 记者许家人报道